嗨,我是娃娃 我今天又拿了一本书 其实我身边有三本书 都是我想要分享的 今天我从书柜上面拿了这本书 其实大家应该 这本书卖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本书 就是松普明太郎的书 叫做今天也要用心过生活 他在书的前沿里面 我觉得讲了一个很好的 我可以念给大家听 他说在看不到的地方也保持天真 这就是我每天新鲜过生活的方法 就算没有成长也没关系 只希望长保新鲜 所以我们要努力就是 怎么应该要让自己的生活保持新鲜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习惯 然后我希望怎么样 我习惯就是这样 我如果被改变了我就会不行 就是会不要我不要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怎么样让生活长保新鲜 大家可以就是找到方法 那我今天也就是这是前言嘛 这本书的前言 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个讲得很好 叫做一天一次触摸 触摸什么呢 其实是怎么样告诉你珍惜 珍惜自己 然后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我觉得如果你常常珍惜你身边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也许因为生命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千金难买早知道 或者是遗憾 如果你常常懂得珍惜 也许那个遗憾就不会重量就没有呢 不会一次 一下来的时候会让你觉得那么的可怕或是恐惧 好我们继续讲这个一天一次触摸 有些人很喜欢摸东西 然后他这边说到就是珍惜 要怎么样珍惜 就是一天一次触摸 就是有些人可能去逛书店啊 他就会摸摸书 就会很想要用手指去碰碰看 是什么感觉 可能去摸桌子啊摸椅子啊 如果有灰尘就帮忙拍拍拍啊 或是你家里的沙发或是 对家里还有什么地方 鞋柜上面啊 或是有一些东西你就是在家里习惯走的路线 但是其实你家里还有一些角落 其实你平常根本就不会去碰到 对所以你要懂 就是不是懂的 你就是你可以你告诉自己你要去摸过这些地方 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家 对这是一个珍惜的方法 因为摸跟不摸结果不太一样 对你可以藉由这个触摸 就会注入了一种生命的气息 对即使它是一个物品 但是它看上去也会不一样 它看上去就会神采奕奕的 就是啊就说 跟人好像也是 如果就是你常常都觉得都没有人理你 那那个人看起来 可能你就会觉得他没有气色不太好 但如果他常常和别人接触 常常说话啊 然后你不觉得他的样子看起来就会很有生气吗 那所以书本啊 衣服啊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换一个角度去想 我们可以去 因为你可能新买东西 然后觉得很好喜欢哦 这样就常常碰他 但可能过一阵子他就摆在那边了 然后你就觉得他失去了原本的光彩 所以我觉得嗯 好像是这样对不对 好像真的好吧 这也在提醒我 我现在脑袋里面已经在想 我等一下回家 我是不是应该 可以摸摸地架上那个放很高的ET 他头上是不是已经有灰尘了或什么的 对那触摸其实它也是一个 一个检查 刚刚有说到物品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身体也是啊 摸自己的手啊 摸自己的脚啊 头发啊 仔细地检查 看看是不是 嗯 我的身体都好好的 摸一摸重要的东西 如果晚上睡前的时候 你有没有 你会跟你的身体说 说谢谢吗 不会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 但如果你可以 就是今天一整天 然后躺在床上 然后跟 跟自己的身体说 说谢谢 谢谢 谢谢你 跟自己说谢谢 跟别人说谢谢好像很习惯 但是 跟自己的身体说谢谢 好像是不是有一点 哎 就没有那种习惯了 对 你可以试着 在睡前 然后 跟自己的 脚 说谢谢 谢谢你今天带我去的这么多地方 谢谢我的膝盖 谢谢我的肩膀 好 试试看啰 其实我原本今天想要讲分享的是关于爱情的东西 那我觉得 嗯 如果你真的不好好的珍惜自己 不好好的爱自己的话 我想 应该 对 你很难让 另外一半 有时候那个变成一个太多的要求 有时候我们谈恋爱太多的要求对方 可是我觉得真的要先从自己开始 那等到真的有机会可以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东西是非常互相的 我觉得谈恋爱有很多都是生活上面的分享 嗯 所以 对 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保持新鲜 那然后当有另外一半也参与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怎么样保持那个新鲜 不会觉得好像真的在一起很久了 就会有灰尘啊 然后就慢慢的腐蚀掉了一些感觉 所以我觉得新鲜是保鲜是很重要的 好的 记得要一天一次触摸 然后珍惜 然后和自己说谢谢 然后保鲜 晚安 拜拜